来看国际新闻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 今天在维多利亚公园再次号召举行大型集会 虽然天宫不作美 大约下午2点下起大雨 但是民众无飓风雨 曾取遗伞准时抵达维员 截至傍晚6点超过30万人参与这场流水式集会 民阵发动的大集会在下午2点30分才开始 但是大批身穿黑衣的市民在中午过后 就陆续前往铜锣湾为园 天后及金钟站等地方集合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也身先士卒 集会开始后 民阵宣称为园6个足球场已经挤满人潮 中央草坪也是人潮汹涌 虽然当地从下午2点开始下起大雨 但是集会者宁可冒雨 也要聚集在现场并高喊香港人加油 民阵召集人陈子杰读出大会宣言 批评警方在多场集会 使用催泪弹等暴力 甚至黑社会无差别暴力 强烈要求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等人问责下台 我们 would like to say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soldier on 另一边乡 香港政府也在今天发文告谴责暴力示威者 多次大肆破坏和使用武器袭击警务人员 导致180名警员受伤 同时呼吁示威者停止暴力 让香港尽快恢复秩序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經常会导致